内湖和戏址的戒溪 内沟溪的生态保护做得相当不错 多年前步道旁所施作的赏鸟屋 是白天的时候的最佳的观景景点 不过因为年久失修又缺乏管理维护 到了晚上就时常会有青少年聚集喝酒 甚至还有人吸毒成为治安的死角 因此当地民众多希望能够予以拆除 或者是重新整理规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这座木造的大型凉亭 当时就是为了方便民众赏鸟盖的 只见墙上还留有一个个挖空的洞 可以看鸟类动态 只不过时间一久早就荒废 成了眼前这副模样 民众抱怨连连 只见外围栏杆被踹坏 虽然有补修 但是不到三天又东倒西歪 现在只得先用黄色警示袋围起来 这就是现在地里在下的 那就是这样 人家都在斩浪派鸟 已经被动了 对啊 这就是阿弥陈 对啊 人家在这里钓鸟 所以从头上斩 所以我们一些步道最好的来说是 你看 中央人要斩浪派 那就是我们现在市医院 白沛鸟 他有来看 叫做做 没三天就再派鸟 对吗 这边也是跟我们 现在是跟我们拆了而已 总的站了 站了这些都会赌鸟了 来这里 西安 还有喝酒闹事都在这里 还是有发生很多很多次的 打架的事情 第二天是说 这个中间就是说 他制造垃圾 还有瓶子很多 阿弥陈 有时候吵架 还是拿瓶子砸 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栏杆 他们都把我们 斩斩牌 不只如此 一到晚上 成了许多不孝分子聚集的地方 喝酒也经常闹事 昔日的赏鸟屋 成了自然死角 而且还有人吸毒 现场淹地垃圾 才少过又变脏乱 实在无奈 只见不到两天 墙上又排了好多的酒瓶 民众说夸张的时候 是墙上排一整排 一整间都是 现在他们只希望 是不是干脆拆掉 盖个亭子就好 不然就是重新整修规划 现在小孩来这里 喝酒 你看这 酒好像这么多 你看看 对吧 所以说就是说 你说 这间是两天赤 看我们扫席 没有怎么改变 对吧 再来做 做这间来说 变什么 变分在参参 头发来说 分晒就很难了 现在小孩来的时候 手机都要喝 还要喝 还要喝 我那边去干嘛 看哪家 但是我们治安单位都 冠着就走 冠着就过来 冠着就过来 按贵他命 他那个拉开的东西 他身上看到警察来的 就乱丢 丢完了警察走的 再拿手电筒 拿手机去找 找 把他找回来 这是我们希望说 我们有 有相关单位的 帮忙一下 来帮我们那个 做好治安 内垢西风景美 生态也好 隐岸步道是附近居民散步休闲的地方 只是一旁这个赏鸟木屋成了自然死角如何改善 地方也希望相关单位重视协助 就成惠林 细致采访报道